我想這一波實際上整個國際市場 輕動到台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通膨數據相對高的過程當中 市場對於未來升息的趨勢仍舊有一個高漲的態度 也導致於說美元指數走強亞幣乃至於台幣的走弱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半導體庫存調整產業界的一個訊息 對於後續的一個整體的半導體庫存調整的一個態度 相對值得比較保守的一個態度 不過不可諱言的也因為這樣子台股從高點也跌了5000點以上 所以也告訴我們相當程度它都反應這樣的一個負面的利空 後續的話我想初步來說第一個階段跌身反彈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環境對於整個指數的一個壓力 基本上應該是慢慢會解除 從整個通膨的一個數據來說的話 有機會在年底這邊慢慢的趨緩 這樣的趨緩的態勢的情況之下 對於升息的一個步調又會減低的一個過程當中 對於接下來包括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一個行情 就有機會開始進行一個比較大波段的一個反彈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包括配合剛才我提到的說 你的質疑率的一個角度 你的一個長線的一個趨勢 對於長線趨勢這邊還是存在的一些 比較正面的這個訊息的這些個股 其實你都可以考慮慢慢的一個承接 我想極短線的一個個股 在跌身的部分強盡的一個反彈的一個過程當中 連續性的一個上漲 當然短線上不需要過度的追高 採取低階的方式即可 同時間開始去檢驗它9月份的營收 以及第三季的獲利 搭配它產業的趨勢去挑選最有機會的這些個股 基本上都集中在幾個族群 第一個有關於電動車相關該的汽車零組件 設用電子的一個趨勢 第二個半導體相關的一個上游的設備的材料 先進製程這一塊 其實基本上它的一個進度還是持續的一個過程 即便說短期會有一些產業的一個逆風 但是長期的趨勢是不變的 再來搭配像是在國內這一邊 內需消費的一個成長 解封相關概念 邊境解封的族群 這個其實也是在第四季相當熱的一個族群 最後談到的就是有關於金融類股 在以銀行為主體的這些金控的族群 我想對於整體的一個獲利 明年的一個配息 能就有一定的一個水準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股價跌得這麼深了 還是可以考慮存股的可以標的 我給它看 畢竟造成功 感谢观看